通过这个监控我们可以看到 李某因为长时间的操作失误 导致他这个卡被吞了 他现在想要把这个卡拔出来 但是这个监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去拔卡的时候 卡已经被吞 已经拔不出来了 当时嫌疑人已经离开了现场 就在民警勘察现场的时候 嫌疑人又折回现场 shout out